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千块钱 哎呀 你真舍得呀 一分价钱一分货 贵的肯定好吧 你这好在哪里呢 我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贵的肯定好 效果哈 你这还没开始直播呢 还没开始挣钱呢 你就花了这么多钱 你这乱七八糟下来你花的最起码有 就四五千块钱了吧 差不多吧 有所有的 你先付出才有回报 是不是 有所有的 我看看那个生卡 花了三千块钱是个啥生卡 你就这一个生卡 一个支架 一个耳机 就花了三千块钱 啊 问题是我看见 现在买这个生卡 还没有以前的那个大 没有以前那个好呀 我看见你这前几天买的这个生卡跟话筒也挺好呀 你把那个新买的拿过来 对比一下 看看有啥区别 那我还看见以前买的这个 比新买的还大 那那一样了啊 你搞搞我这两个生卡有啥区别了 我还看见那个便宜的好的 那又大 那按的也清楚 那那个小按的还不方便 你真是要逗死我了 那是按大小笔啊 那里头的东西肯定不一样的 一个是高科技的 一个就不知道是啥的 那跟你娶老婆一样 你咋不说你花那么多钱 你应该娶个大的 娶个胖的吧 你这你也不知道具体有啥区别 你就花那么多钱买下 而且你这还没开播呢 你差不多就花了一个五千来块钱了吧 嗯 好像是 啊 你说你还没直播呢花那么多钱 你到时候直播的时候你要没人看 那钱不就全白花了 那是不一定 说不定就有人看我了 你还谁看你啊 你说你这要身材没身材 要脸蛋没脸蛋 完了唱歌还可难听 完了要才艺还没才艺 你还谁看你啊 所以说我要身材没身材 要脸蛋没脸蛋 那你当初花那么多钱取我 是你眼神有问题的是不是 还有你看看你现在这样 头不出脸不起的 头发都快掉光了 哈哈哈哈 天天拉里拉遮的 你还好意思说我 哎 我不再跟你叫了 你就不想像现在有多少人做直播的 想靠直播挣的钱多难了 你就这 没事干的时候瞎逼锅着玩玩就算了 嗯 还好就是你这 以后别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东西了 你没啥用 我感觉 你这 把这些钱买的那 吃了穿了多好了 你说我这一天 挣下的钱就是让你瞎折腾 咋了吗 你真的就不是给我花了 你真的就给谁花了 哎 咋得取了你这个败江鸟门 快 赶紧收拾完去做饭去吧 来吧 来吧 吧 再来吧 谢谢大家